然後我是一位Smack Pro的成員 那有一件先跟大家提醒第一件事情就是 剛剛早課去的同仁有發下去一張A4的簽導表 然後請 有留資訊的一張A4的紙張 那請如果有傳到最後面的話請交還給這個 早課去的同仁他們才能收集資料這樣子 謝謝大家 然後要跟大家講一下這一part我們要玩一個比較有趣的東西 請大家打開活動手冊 大家都有拿到活動手冊嗎 大家打開活動手冊到Macro的介紹欄頁 然後下面呢 我們Macro的介紹這一頁呢 下面有一個第三個是那個我們FB的社群 然後我們在裡面開了直播跟那個投票區 那請大家接下來在這十組團隊的demo的過程中呢 可以投下你們神聖的套票 就是神聖的套票的然後來支持你們所喜歡的團隊 你可以投十個也可以只投一個 但是只要喜歡的話就一定要給他們來點鼓勵這樣 那大家只要用那個手機的功能掃QR Code 就可以進到我們的FB的社群 然後來進行現場的投票互動的一個過程 對然後先加入社群之後呢 這邊我們的歐文還有文豪就會幫你們加進去我們的社群 所以我們先歡迎了Micro磁機的專案 那歡迎Gaust Toys 樂池玩具五份有限公司 請你掌聲歡迎他 嗨大家好我是Gaust Toys 然後很高興可以在MegaProton的場合分享我們 正在做什麼 那我們先簡單overview一下我們 主要的技術是在做跟我們叫做磁場感測板 這個磁場感測展可以放在各種不同的螢幕背後 我們可以偵測一般的市面上所去販售的磁貼 來跟他數位內容做互動 所以這樣的工具其實非常好 去結合一些實體玩具以及數位內容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抓獲像是一般的小飛機公仔 在一般的平板電腦上面做模擬飛行 那也可以前起或後腿 或是一般的玩具 我們可以拿他來做一些像小朋友喜歡玩的半個蛋的酒 那也可以真實的把這個玩具裡面加上一個磁鐵 就可以做翻面草動的動作 來做一些比較生動的一些物動的教學 那另外我們也做像是樂高積木一樣 你可以真實的像拼湊樂高一樣 組合成你想要的形狀 那像聖誕節快到了我們可以做一些內容 跟聖誕節做一些呼應 那另外加上一些馬達的效果 我們可以真實的去雙向的跟實體 世界以及數位內容做雙向的溝通 像是虛擬的時候 它可以帶動實體的敲敲板去做觸控 那你也可以組合成像一個虛擬寵物 那你可以真實輕拍的肩膀或是尾巴 來去改變它的裡面的表情 做一些生動的動作 所以這樣的技術我們 能致力於整合這樣的實體 物體跟數位內容 來打造出一個比較完善的 浴室整合的開發工具 那我們在過去主要就是 以這樣的技術來整合 做一些不同的開發工具 像是大板子 我們可以做像是實體的 玩具釣魚遊戲 我們可以做在平板電腦上面 然後透過一個真實的釣竿 加上一個磁鐵 就可以做這種非常有趣的互動連接 那這樣的模組我們也把它縮小化成一個 像是一個感測模組一樣 你可以直接插在你的面包板上面 然後透過像Arduino的開發板 你就可以對它做連結 那這樣單單一個小的感測模組 你就可以做到像是 你可以知道它的旋轉角度 那透過它的磁場變化 你可以知道它的琴節的位置 所以它單單一顆就可以取代到 非常多不同的輸入的模組 那它是透過磁場的 這種物理性子來強調出它的輸入的多元性 那除了單單一顆模組之外 我們也提供相對應的其他的周遭配件來做使用 像是一個搭配一個FID的MVC的Reader 我們可以做像是皮卡丘打排球一樣 可以自己print的一個神奇寶貝 那也可以自由的切換你的角色 然後對應到裡面的內容去做使用 我們整體的環境包含是一個硬體應用程式 然後一個開發環境 以及一個完整的一些教學範例 然後過去也舉斷了非常多不同的工作坊 那工作坊的過程中也得到非常多的增免回饋 那我們也發現我們可以持續的去降低這整個開發門檻 來到像現在我們有推出另外一個是直接插在USB的 就是發Gameplay的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可以給一般國小國中生 他們直接可以連接到他們現在所學習的一些程式教育的環境 像是Scratch的圖形化程式語言來去做使用 所以他可以直接打開自己的Scratch的編輯器 進行拖曳 他可以直接操作這些磁場帶來的一些互動的輸入的方式 來做使用 那今天我們在後面帶來的一個裝置叫做Miracle 那這個Miracle我們叫做中文叫子弟 它其實是一個外界螢幕 那在外界螢幕後面就是有包含著 就是嵌入著我們的一個感測模組 那在感測模組的功用主要就是 他看到的功用其實就是剛剛我們所看到的功能 是類似的就是他可以偵測在螢幕上面吃上的變化 所以我們可以做出一些實力的模擬或者是物理的效果 所以對於一般的像是 書籍內容或者設計的一些學生或者是教育單位而言 這樣的工具像非常有趣的一個開發工具 那這個開發工具可以用來你的一些藝術創作 或者是一些開發體驗 都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方式 所以那連接的方式其實就是一個USB 然後兩個USB 然後一個HD.8E做的接口 所以你可以插在各種不同的你的 然後一個VC型電腦上面 然後發現聲音已經到了 所以那做最後的結束 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後面看一下我們的 那實際體驗一下整個螢幕的裝置的感觸大概是 什麼樣子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那個Gaustory的漢志 然後現場我們來開放一下那個評審的部分 來給我們漢志一點心得分享回饋 有沒有哪位評審要身先士卒 瑞請你說 因為我看這個產品很久了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他那個金魚那個東西出來的時候 還有在我們那個公司的粉絲碗也有分享 我覺得這個idea真的很妙 因為我們常常做很多 我們跟就是磁鐵 我們傳統就拿來做像馬達啊等等這些東西 但是看到這個產品就把磁鐵這麼火化 其實是還蠻令人驚豔的 那我想因為我還是比較是製造官 我想請教就是說 你們在做這個東西的設計或是生產上面 它會有什麼樣的困難嗎 我想比較想要了解的是這個 除了應用法以外 我們現在之所以會先把它做一個磨小化 縮小化的模組的原因主要也是因為成本的考量 對那裡面有就是我們是把這個 所謂霍爾桿車期排成一個正業之後 來做一些處理 所以那每一個霍爾桿車期 那單一個成本也是有固定的價格 所以如果我們要約大的話 那相對的成本就會比較高一點 對那我們在成本部分 也是目前正在克服的階段 就是算是有一個合作的工業上 正在合作 對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就是製造上面可能比較多的問題 都會在接成本的問題 對但製造設計上面來說 其實還算流暢 對那我們也有能力可以製造出單位 目前的能力量是幾千 幾千的量是OK的 那上半的話可能比較早些會做 還算效率對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應用的部分 我們目前也在尋找一些適合的應用 對 我比較好 而且是軟體這一邊 因為這個東西要好用 就是你搭配很多各種各種APP 然後這樣搭配來玩 那你們是有特別提供 open source SDK 什麼 還是其實現成就有很多 馬上就可以直接把應用的應用 搭配來用 我比較好奇的是軟體這一塊 軟體開發完全是有幾個 SDK 然後在網路上面可以直接 在我官網上可以直接下載 那一般人都可以直接拿來開發自己的事情 對 第一步就是透過這種開發的模組來讓一般的 像學生或老師可以直接做一些自己的互動狀情 好 我們謝謝那個 瑞跟那個珍雨萍先生的回應 謝謝 也謝謝漢志 然後也歡迎大家繼續在結束 四點半結束的時候也可以繼續在後面跟Miracle互動 他們帶來非常完整的作品 還有影片 然後非常的精緻 所以請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們 再次謝謝漢志 謝謝 那我們來歡迎第二組的團隊 Jeff帶來的智慧程式科技生活率能應用 那在這個連接電腦的過程中也別忘記 如果剛喜歡高Soys帶來的Miracle的話 也請在我們的社群可以按投票區按讚這樣子 因為他們分享的是直接帶來影片等等 非常有實際的分享 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 那接下來我們立刻來歡迎Jeff Fusion Power團隊 各位貴賓 各位觀眾 大家午安 我們是Fusion Power 那基本上我就要覺得 基本上Fusion Power我們所要談的是所謂的未來的智慧程式 那未來智慧程式大部分的人可能會想到所謂的物聯瓦IoT 但是各位有沒有思考過 為什麼我們要談論這些東西 它的最根本的問題點在哪裡 就是現在的智慧方式非常的多 那當我們今天要去約會的時候 當我們今天要去見客戶的時候 沒有電力可以使用的時候 難道你還要在Office等待個三個小時 或者是所謂的在某個捷運充電站 然後等待三個小時兩個小時 在那邊等待 其實我們就是想說第一個project 我們要直接切入生活中的真正的問題點 那真正的問題點呢 那真正我們要帶給大家的就是所謂的三個一個新的生態鏈 那這三個心態鏈是組合而成的 從Fusion Power Station Fusion Start Battery 跟Fusion Go App 所組合而成的生態鏈 那這個生態鏈主要帶給各位的就是 變解快速拿著救手的概念 如何在最快速最短的時間 把所謂的智慧電池帶著救手 那這是一些情境的模式 那接下來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我們Fusion Power它的應用和使用方式 Fusion Power Station 它本身其實就是一個媒介 那這個媒介呢 它基本上就會說 藉由我們所謂的手機的Fusion Go App 做一個所謂的導航定位 當所謂的店家 由我們這個導航定位的店家 手巡到最接近的時候 最接近的時候 我們就會所謂的做一個感應 那在這個短時間 接近的時候 我們有個15秒的感應 那這個時候就會做一個廣告的聯播的推廣 廣告聯播推廣之後 部件的店家 它相對性可以增加它的產品的浮光度 和增加它的效益 那我們做一個選擇性 就是說 這短 做一個15秒的切換動作 你們的手機打開這個APP的時候 它就會做一個切換 到你們今天是來選購還是租用 還是說你是叫它來回饋賣回去的動作 所以說它就是做一個介面性的切換 那介面性的交易完成之後 說不定 您今天口渴了 或者說您今天肚子餓了 可以再做一個廣告 增加所謂的商店店家的收入 那這個是所謂的我們的Fusion Go App 我們Fusion Go App 其實是我們真正要達到的目的 就是說 藉由運動產生電力 電力之後再產生一個回饋交易的模式 那這是我們簡單的一個介面介紹 那基本上我們有三種交易模式 這其中一個交易模式 這是你現在所看到的叫做C2C的交易模式 今天就是說 你今天打開我們的APP 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你可以做一個搜尋 同樣有相同的使用者 然後可以做搜尋的動作 那搜尋的動作之後 我們可以再跟對方做一個議價的動作 所以說在短期之內 如果不是做跟系統做一個交易的動作 租潤交易的動作的話 那你就可以做個人的交易的動作 所以說這是相對性 同時之間解決了B2B B2C跟C2C的這個所謂的商業模式 那這個商業模式 基本上我們是採取一種 就是說服務費 廣告費 然後還有所謂的周邊產品應用 所以說這整一套流程會產生一種互動 然後人跟人之間的一種社群交通 溝價 然後選擇性 然後由動能產生電力 電力再回饋回去 那您今天如果說您覺得這個電力 您所產生自我產生的電力 是不足於您所使用的話 你也可以做一個所謂的類似 像愛心均款的動作 你可以捐給這個所謂的紅十字 那他們在藉由這個交易的模式 在回饋給社會和需求者 所以說這是我們 那這是我們的團隊 那基本上我們目前參加了兩個競賽 我們都有獲得各位的支持來服務 那希望未來我們可以再創新 帶給各位更多的服務 好謝謝 謝謝我們掌聲謝謝Jeff之後 那再來進入評審的回應時間 是不是請文豪來幫我們講一下 不好意思喔 我其實沒有聽得非常懂 就是運動產生電力 然後又可以做電力的交易 可以人對人交易 也可以人對你那台station交易 那你那台station就可以做廣告推播 聽起來有很多種的生意模式 但是沒有聽出來 你怎麼樣去產生這個交易 就為什麼我要人跟人去交易電力 或者是我為什麼 我要跟那個station交易電力 然後我運動產生的電力效率到底如何 那個效率是不是足以支撐一個電力交易行為的產生 還有廣告推播是很多人都想要告訴大家的獲利模式 但是真的推的廣告有人要看嗎 廣告主真的願意給你錢嗎 這些可能都要再多想一下 謝謝 那請問有沒有 Rain有沒有一些想法 其實我的想法跟剛剛文豪一樣 其實你剛剛把B2B B2C C2C 全部都納進來了 其實這三種的transaction 其實是本質上推力跟拉力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會建議你可能可以去看一本書 就是最近那個平台經濟 那個其實講得很玩的 如果你要把你這一個生態圈給建立起來 你必須每一個比如說B2B B2C跟C2C 你都要把裡面的入我 為什麼有這個transaction 它裡面一定有些policy跟制約 還有一些必要性存在 這個生態系才有可能出來 而且我也不建議一下子三個都做 一定要先focus一個 不安化那個真的 不是說你們三個人 是我覺得三十個人 甚至三百個人都不一定 可以完成這一個生態系 謝謝 基本上 如果可以補充的話 其實 因為我們這個稍微 剛剛我按到 所以說跳得比較快 那我們這個系統和這個商業模式 其實是比較繁瑣 比較要花一點時間去做解說的動作 那其實它在金融這一塊 我們其實並沒有說要完全的涉入 其實我們是有點類似說共享經濟的概念 那我們會跟所謂的 雖然有卡公司 因為我們只接受所謂的 國際型官方認證的所謂的電子商務模式 所以說我們可能會做一個共享 和所謂的店家 所謂的共享 一個互相分紅的模式去進行 那推廣也相對來講 我們是不介入 所以說我們相對性來講 我們直接切入門檻 其實都是別人在做的 但是我們是一個謀和統和的一個媒介 這樣子 謝謝 好 那我們謝謝Jeff的分享 那如果跟評審一樣 還有其他意見的話 想給Jeff的話 就歡迎等一下再到後方跟Jeff互動 那接下來第三組的話 我們歡迎MySwearer帶來的英雄機的介紹 那英雄機就是 這台非常漂亮的作品 啊!已經到前面來了 團隊一起成員都到了 那大家歡迎 謝謝 大家好 我們是英雄機團隊 那這台就是我們的原型機 EGO Force 1 那OK 我們是來自Makeup Pro的製造送門團隊 那這是我的家鄉 然後花蓮 那我們是務農的子弟 那其實呢 我們務農呢 收成之前 就會遇到這種機關 非常的巨關 幾千隻幾百隻的麻雀 就來吃我們辛辛苦苦的倒作 有沒有人知道 就是如果你完全放任麻雀不管 你的倒作會剩下百分之多少 對嗎 你覺得剩下百分之五十以上呢 先舉手 不知道 大家都同意喔 很嚴重 所以呢 這是我們傳統的畫面 表現像稻草的一樣 對 不是喔 然後地點機制啊 對啊 這都是傳統的高科技喔 對 然後現在還出現這個 不知道是下癢還是下癢 對 那我們 像假朋友 他也很厲害 可以養老鷹喔 如果你夠厲害的話 這成本也蠻高的 也蠻高科技喔 對 那我們鄉下的痛點是什麼 就是 我們長時間要趕鳥 嗯 早上五點到 晚上七點喔 因為就是白天的時間喔 鳥就是不停的吃吃吃 那還有呢 就是人力的需求 那 在鄉間呢 其實人力就是短缺 大家都知道 中華民國台灣 有多少人口 兩千三百萬 大家猜猜看 務農的人口有多少 全台灣 三百萬 還有沒有更低 一百 一百 還有沒有更低 七十萬 七十還有沒有 沒有啦 三四喔 是五十五萬 全台灣只有五十五萬的務農 專業務農農 我們不講那個草地比的 好 這個是 五十五萬 就是 保農 保的人 就是五十五萬 那 再給各位一個數據喔 這五十五萬人的平均年齡 有沒有願意猜猜看 五十 六十 七十 正確答案是 六十五歲 好 平均年齡喔 所以你就知道我們鄉村的 年輕人有多麼的少 然後 農田的人力有多麼的缺乏 那你知道我們現在最傳統 然後 其實我們現在 在花蓮最長的就是 放沖天炮感染 那你知道一天啊 我們就要放十五塊美金 然後一次 一騎到座 我們大概就是 平均要每天在那邊放三十五天 那 現在台灣呢 平均就是兩騎到座跟三騎到座 所以成本就是 呃 十幾萬 這樣 這只是沖天炮的成本 不包含人力成本 因為你要去顧人 好 這是我們的痛點 那我們做了什麼事呢 你看大家都知道這個新聞 這阿嬤很厲害會飛無人機 可是不是哪個 資深農民都會飛無人機 那我們就用家裡掃地機器人的方式 我們希望做到全自動化的 就是它可以長時間自動操作 然後取代人力的部分 然後降低我們火藥的成本 那這個是我們 可以對它下自動飛行的一個名言 我們來放一段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 呃 就是 最近 二騎到座 然後這是在花蓮 然後實地 自動飛行的一個 紀錄的影線 那現在看到所有的 畫面呢 都完全沒有人 做遙控器的操作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做到 呃 全自動化 然後讓它在庭間 可以自動起飛 自動起飛之後呢 在填的上面 開始做 呃 不斷的在填上面的循環 這樣就可以達到一個 有效的一個 感鳥的 一個那個 呃 作用齁 那你看它在倒座上面 它這樣來 來回的飛翔 其實它是很低空的 因為我們在這邊的設定 其實現在 我想看到 飛行的高度 我們設定只有 兩公尺高而已 因為 呃 倒座大概 是一公尺高 所以我們就在 倒座上面 飛行 然後這完全不需要人 人為飛行 然後全程式電腦 然後來控制它 就在這兩米到的 倒座上面 飛行 所以 因為我們在空曠處 在農田上面 飛行 相對也是 非常安全 不會去 不會去找到人 對 然後就開到它這樣 來回飛行 它很想說 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都沒有鳥 我們才飛兩天鳥就不來 嘿 對 所以 我就找不到主角了 對 那這是用手機拍的 那執行完任務之後呢 它就回到原點 然後降落在基地 那我們 這個畫面 這個目前基地還沒有曝光 所以這邊沒有 那個基地的畫面 好 來點掌聲吧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簡報 那 呃 飛完了之後呢 其實 我們的使用者呢 就是我們的農村的叔叔伯伯們 每次在飛的時候呢 他們都很多意見 給我們很多feedback 所以我們使用者體驗非常深 對 所以 我們現在正在做的是 呃 大家問到電力的問題 一顆電池 這飛機可以飛多久 其實我們不是一顆電池的概念 我們是每次降落在 欸對不起 每次降落在電池的時候呢 喔喔喔喔喔喔喔 後面自動播放 好 這是我們make a song 的畫面 對 那在南港IoT OK 好 好 跑到第一頁 沒有我來 我來 按一下就好 好 好 所以就提出了很多 就是電池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現在就是 像Cocoru一樣 我們降落之後 我們用一個自動體協的方式 然後去更換無人機的電池 那目前我們還沒有空拍這個部分 不過先 告訴大家我們是怎麼做 然後還有就是按照需求 因為在程式部分做special 是很簡單 OK 那 因為鳥有智慧 然後 叔叔伯伯們的要求又很多 所以我們開始study Bloomix 然後 甚至像 那個 威倫的Luisa 昨天還在研究 對 好 那我們時間沒了 AI 的部分就先跳過 那因為他們現在對IoT的整合都還滿 滿搭的 像未來溫濕度啊 下雨不飛啊 太熱不飛啊 為什麼 因為下雨就沒有鳥 太熱也沒有鳥 然後視覺變成鳥群的部分 不過那個都是後面的畫 我們現在只做到 我們核心就是做兩件事 第一個 無人機自動畫飛行 可以乾尿 第二個 自動畫能源 電視交換服務 那我的目的就是 讓我們家阿伯 可以回家抱孫子 不要那麼累 農村 真的只有50萬了 平均年齡65歲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麥克斯威爾的分享 那我們立刻請 現在 現場的評審來 為我們作為你們 回饋 謝謝 請問一下 就是說 你們當初在設計這個規格的時候 它的電力 就是說 就是一式循環的話 它的電力大概是 就是說你們的電池是用多少配 現在是用3S 不過現在6軸的話 應該正常是用4S 可是我們後來就是實地田野是非 我們上個月都在飛 發現其實並不是電池的大或是小 而是說我們如何 對它做整天的一個電源的供應 所以我們才開始 就是 這是我們團隊的忍者 做那個機構 跟機械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是在做那個 電池自動交換的部分 那未來無論電池是大是小 它只要降落之後 可以拿到一顆寶的電池 它就可以飛 然後另外一個分享一個情況 麻雀其實飛不會超過5分鐘 因為麻雀它很像 它也會飛 所以你也不用飛超過5分鐘 對 所以我們就是 針對實體戰場紀念 然後去做不斷的改喬 然後我們其實 平常不再出現在城市裡面 因為我們主戰場是在田裡面 那我們現在都是跟像 台灣農業站 然後開源自然 然後這些農業社群們 就是在做連結 然後聽他們的部分 然後未來也會有農田 趕鳥換小活動 好,大概是 我覺得這個應用真的很實際 那我比較好奇 到時候 因為你說這是給一些農村的 可能就是阿公阿伯他們用 到時候是像你實際安裝的時候 或是需要你一個團隊去幫他安裝 因為你可能要設定距離什麼 是有個檢驗軟體 就幫他們設定 他們自己可以弄 還是你變成要有團隊 要去講講 多少每一個人要用 就要去設定 但這要應用上來 所以這就有一個權限 目前呢 您提的問題非常好 因為農村的阿伯都沒有智慧型手機 甚至沒有手機 所以App這條路不管用 那我們目前第一代的產 第一代的使用的Prototype是 我們就是一個電子出位板 阿伯只要輸入這個田的長根塊 就好了 就沒有他的詞 那未來因為 我們開始在study那個 AI的部分 可能阿伯以後講台語就可以通了 對 未來未來 我們看那個 每天都有那個網路遊戲 他們都有那個封測 封閉測試 是 是不是可以組一個小的隊伍 然後去挑幾塊農地 因為他每天要花15塊美金放充電跑 你就收他7塊美金就好 你就去挑個10塊地 然後你們就組一隻小隊伍 就去飛嘛 飛飛然後賺兩個禮拜 如果真的那個錢賺得起來 其實就真的有機會可以去做大規模的商賺 其實真的還不錯 因為我們現在農友們都還滿踴躍 踴躍報名的 我們現在訂單接到1月份這樣子 有收錢嗎 目前還沒有 因為我們還是fueltry 收了錢才是訂單 對對對 因為他們說什麼時候可以買 我說對不起我現在就只有這一台 然後 對對對我們現在就是叫Ego Force One 其實不一定要賣啊 你可以做 對就是做 就做趕鳥服務 收那個收服務費就要來 那天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 我不知道大家對農村了不了解 就是像稻田 其實我們不是每一台農家都有收割機 他們就是需要收割的時候 就打一通電話叫服務 然後收割機就來 那那天那個 就是農友們也是給我們像您這樣的建議 就是他們 電話一扣就來 然後做趕鳥服務 那我們未來是希望擺一個箱子 來那邊按兩下 他就不要管他 這是目標的目標 還在跟Ego Force的大家 慢慢的在前進當中 謝謝 那我們再次掌聲 謝謝Maxwell 以及英雄 對 或是身邊 或是老家有農鐵 農地的朋友的話 都歡迎跟Maxwell聯絡 我們的手冊上面 都有他的那個信箱聯繫方式 那我們第四組呢 來歡迎James 帶來的他的回漢 以及轟箱控制器 請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叫James 那我平常會設計一些 Deading裝置 尤其在RF的遙控方面 那我這個也是因為這個而產生 所以呢 它是一個美漢爐 那可能 主要是用在架工一些S&P的東西 還有一些前製作業 電子生產 那 很多人會問我 你搞這個要幹什麼 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呢 所以 好 沒問題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很簡單 我為了做這個是因為 我很在意美觀 這個美感和它的觀感 所以我做了這個東西 你要知道 一個產品 它所展現出來 它的美感事實上 有很大一個區塊 是來自於你的專業能力 如果你的專業是到位 產品的品質也會到位 美感一定會出來 那 就算我們只是打球而已 Jordan 你會覺得投球運球很容易 可是人家是有專業能力的 一般人沒有辦法做到什麼 什麼樣子 那 一旦你的專業能力出來 這些就會跟著出來 所以 因為由此而產生 我很在意這些東西 所以這些就出來了 那 我主要的訴求 說真的 就是MAKE IT PRO 我今天做了一個東西 我要從頭開始 就要MAKE IT PRO 所以 就有了這個東西 所以好 現在是這個樣子 我可以告訴大家 很多人其實 不是很介意這個 所以他們用電路鐵去架工 做出來的東西 說真的 不是那麼觀感 給人家不是那麼好 會有一種草草了事的感覺 那如果有這種情形發生 我可以很明確告訴你 人家想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跟你殺價 功能 算了吧 那你就會落入到那一個圈套 殺價 砍價 功能 那我們都知道一個品牌的價值 只在於它前面的東西 它的觀感 那如果你專業能力 一開始就沒有辦法展現出來 後面也不用講 所以這個是現在這個樣子 OK 好 給你看國外的 這個是第一次打樣 而且是自己在家裡做的 也是一樣用一個 維吶爐烤箱做的 這是MyStorm 一個FPGA的板子 第一次做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GLABS 自己都已經想要在打樣 在那邊生產 我也是啊 OK 這是Brian Doerr 也是一個客體戶跟我一樣 做出來的東西也是這樣子 當天接單 當天生產 又不用量產 反正只訂一兩塊嘛 做了就送啦 這個是我第一次做出來的 那後來也有辦一些workshop 你可以看得出來 漂漂亮亮了 還會反光耶 不用洗 那用電路鐵弄的話 一定是奇渣黑成 那個黑塊一大堆 那用這樣子製作 其實做出來 說真的 這個跟工廠做出來 你很難分辨 到底哪一個是工廠做的 哪一個是你自己做的 所以 我跟你講 我這個 跟 目前市面上有什麼差異 但價錢 我們先不說 價錢工業的烤箱 如果說你在這個領域 你會知道 最便宜最便宜 銅溫其實是前置作業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熱處理 那除了那些以外 一些有的沒有其他的東西 像 散電印啊 或者是 那個什麼一些 表面處理啊 電鍍啊 那個其實都需要 也可以同時使用來應用 那像這種 以一個以上 兩個好了 的這種測溫 說真的 只有我這樣子做而已 只有我 實際在做這個事情 好 再來 我們那個彈性啊 說實在的 我彈性蠻高的啦 那 一般人不會做到這個樣子 但 說真的 又回到專業能力 如果你在意 你就需要這個東西 好 還有很重要的 工作電壓 餐桌上作業 對耶 我要一百一十多 我不能插到手氣孔啊 那 未來的 方向說真的啊 那 人家會說 你這搞這回憾奴 你那未來要做什麼呢 其實 這個只是一個開始 那 回憾奴呢 我可以 有一個 一個DIY的kit 你可以自己去用 那有問題 我們可以來 在社群上 那再來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包成 一個完整的產品 那 一個去推 總之 它也是有一個 未來的一個方向 DIY Education 或者是一個 Full Product 那當然 它自己有回憾奴 可是其實 它真的還需要 下一個階段 雷切 所以 我這個圖有點縮小 那 這是最後一張 好 從Reflow Controller 到下一個 就真的一個 是非常高精度的 雷切 的機器 那很多人想 雷切已經有了 可是高精度的 通常是一千萬以上 那 那種幾百 一百萬以下 通常不是精度那麼高 再來就是 好 一個Product 雷切 從 產生一個 產品 或者是一個 這兩個 其實都是可以做的 那兩個方向 完全不一樣 兩個需求都存在 那 這個 我相信是蠻明確的 那我想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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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一位裏審 來務過做演會 你 剛剛拍照拍得很輕 為什麼會拍照 因為是 我們在清華大學那個實驗室 就是 StuffFab Studio 我們也有邀請 Jance 來我們那邊去做這個 workshop 那我們第一次 我第一次就是 遇到Jance 然後知道他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我很驚訝 驚訝是因為是說 他把我們傳統在這種 我們這樣規模的工廠事情 頒照他一個人的工作室去完成 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因為 我們傳統在工廠要做這件事情 他會有很多高成本 電力的一些問題 但是經由他自己的工作室 還有他發明這個DIY的設備 這個事情讓製造 或是Maker這些事情的這個等級 又變到另外一個層級了 那我曾經聽那個Seed的創辦人 就是現在就是 就是 華人街Maker第一人 就是潘浩 他曾經講過 他說 未來的這個 這個Maker 他想像是什麼 是你走到你家的巷子口 你就有一個地方 像7-8原本一樣 你就可以在那邊 把你想要的東西做出來 這是他的一個原景 但是我在Jance這套流程上面 看到的就是 未來這個事情可能發生的一個關鍵 也是在這裏製程上的一個突破 所以我其實是想要再更請教的件事就是說 這樣子的設備 當然出來了以後 你除了就是說 推這個Education以外 有沒有可能去跟更多的這個 Space 或是一些 就是實驗室去合作 去共同去推廣這個事情 這是會不會是你其中一個想法的 跟其實那種MakerSpace 或者是實驗室 會是屬於比較Education這一塊 那那個是存在的 我覺得也是需要去推的 畢竟很多人還 雖然是已經是長久的工作者 可是事實上並沒有真正接觸 很多也是實際的設計電子裝置的人 而且經驗也是很豐富的 可能二、三十年都有 可是對志成說真的他並不瞭解 他也沒有實際下過工廠 可能去工廠的製作 看的話一向而已 那所以這個還是有他的需求存在 那Fully assembled solution 其實也是有 但是那個資金蠻大 坦白講我沒有那個資金 所以我沒有辦法買那個 但是有 而且目標是很明確的 只是資金真的很大 所以我覺得可能初期 就是在這一塊 DIY 沒有這種 那個watch out的這種 這種方式 其實是延續那個瑞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Jems研究這個東西 已經 我們認識Jems一段時間了 那其實我還是一直很好奇就是說 因為他提供了我們早上在討論的那個 Botten Up的產品經濟 一個很好的武器 一個工具 因為讓這個很容易的去製造跟生產這件事情 變得更有可能 但是 那但是 似乎Jems 並沒有 就是 告訴我們 你的整個推廣 進入市場的計畫是什麼 因為 東西很好 還是要有很多人用嘛 那大家 大家為什麼願意用 還有你打算怎麼讓大家去用 賣是一種方式 租是一種方式 抽成是一種方式 各種方式都有可 對 我想行銷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難題 那這個就是 可能就是我要花時間 跟一些單位配合 協助去推廣這個東西 我個人能力說真的是有限 那認識我的人也就是這麼少 那所以說真的 就是要找一些單位配合 然後一起去推廣 那也不能只有我一個人 應該是要有蠻多人一起推的 不管是學校 或者一些那種 working的空間也好 都ok 那可以一起去跟我們 推廣這個東西 有了解 大家認識了 那才會 這個才會起來 我就這麼覺得 那我們再次掌聲 謝謝Jems 帶來的 我們現在有多項目的事情 那我們來不停提了 接下來就歡迎 CubeUS的 US的團隊的Jacky 來為我們分享他們的 生活創客系列的產品 就在前方 好 謝謝 那我們Jacky 來開始他的 簡報 謝謝 好 各位朋友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庫比克的Jacky 今天的同性 還要介紹一下這些產品 那我們的產品就是一個 樂高的電風扇 不對不對 不是樂高電風扇 這個是一個 樂高的一個 相容於樂高的一個電子機能 的一個組合這樣子 那我們是一個網路公司 那我們希望我們就是 能夠就是 能夠就是 運用在 以今天講的這個 教育 然後來啟發 各位小朋友 這樣子 那所以呢 我們是希望就是 我們是希望能夠就是 從生活中體驗 從遊戲中學習 操作中認知 分享中成長 那 這個產品是 它其實 呃 各位待會可以到後面去看 它是有很多種的 一個面向 那這個部分的話 它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 它是一個 家裡面的小朋友 相信大家 家裡面的小朋友 很多都有樂高 那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的產品 跟樂高的一個 組合的一個實力 這樣子 那經由這些 嗯 模組化的設計 那它有電流 還有感測器 還有輸出的部分 然後可以 可以就是 創造出各式各樣不同的 光 聲音 動態的效果 然後 這個是一個 樂高的部分 那還有就是 手工藝的部分 就是我們希望就是 嗯 小朋友可以在 不管是手工的製作 或者是一些 它運用一些 3D的材質 像目前我們現在 做開發的就是 會有一些連接鍵的部分 那連接鍵的部分 我們在 那個 教材的設計上 可能它一些 組件 我們會 可能會故意掃一個 什麼連接鍵 然後我們用 3D的 建模的方式去完成 這樣子 那或者是 剪裁的部分 或者是 家裡面 大家如果有 舊的玩具 那它 它也有一些 它是 不會動的 但是它經由這些 模組 跟它加入以後 它就可以 變成一些 可以動作的部分 這樣子 那現在這些 Cube的 基本的功能 大概有 大概有40顆 那40顆的話 大概是 我們現在 產品的第一個 Stage 1這樣子 陸陸續續 還有各式各樣 不同的模組去開發 那比方說 像 後面物聯網的部分 對 那我們現在 就是 我們規劃的一些 課程 大概有這些 分了這幾類 這樣子 那有 硬創客 軟創客 還有未來創客 對 那 這些東西 希望大家 都比較 這樣 好的 沒有問題 謝謝 那 我們再邀請評審 來 幫我們回應一下 我們知道 有沒有 來為評審 有一些想法 瑞有些想法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因為就是 有很多 就是 做樂高 相容性 比如說 至高 他自己有做 另外一個系列 那你覺得 你們的產品 就是如果 跟他們的相比的話 你覺得 比較主要的特色 會是什麼 謝謝 謝謝 謝謝瑞的發問 我們的核心產品 我們是覺得說 我們 我們在創意這一塊 現在大家所謂 都會聽到很多 在那個 在這些教育上面 都會做 很多一樣的事情 比方說大家去玩MO 大家去玩什麼什麼 某某什麼機器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這些所謂的機器人的競賽 大家都是在做一樣的事情 那所謂的剛剛這些套裝的這些 這些 這些產品 他們 嗯 嗯 我是 我的想法是說 是比較 會 局限在 呃 創意這一塊 這樣子 那至於 那我們的東西呢 是因為就是 我們 把它設計的裡面 是想要把它 的自由度放大 所以我們 呃 我們不想 就是在 創意這一塊 去扼殺小朋友的 的 太多的 思考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傳統 跟其他人 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可以做的只是 模組的設計 那至於 呃 美學 至於 呃 至於其他運用方面 那都可以 就是讓 呃 小朋友自己去發揮 然後他只要 在完全不懂 電子電路的情況下 然後去接觸到 這樣的東西 他進而的 產生興趣 進而的 再從 後面 知道說 為什麼 這樣子 而慢慢的去引導他 所以我們給他的 不是一個 最快的一個答案 而是給他一個 啟發 的教育 謝謝 某文也有所想法 呃 因為這是做教育嘛 那教育的話 要讓人家 也不可能 都自己教啊 所以 教材教案是一個最基本的東西 那你的怎麼樣去 你們怎麼準備你的 教材教案 然後怎麼樣推到 很重要就是 種子嘛 種子 有種子老師 面去學 學了之後再去教 這部分又是另外的 他的下一步嘛 所以你們是不是整套的一個方式上 更多人知道怎麼用 然後怎麼去推他 OK 回答主筆的問題 呃 是的沒錯 就是在那個 內容 內容的方面 確實是我們現在所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因為 呃 創客的領域 是包三包涵 就是天羅 就是 上字天文 下字地 就是他的範圍是很廣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很需要就是 在 呃 各式各樣不同的 呃 domain know-how 裡面去 慢慢的去擷取一些 可以教導的一些素材 這樣子 對 那我們現在的規劃是說 從明年開始 我們會 呃 慢慢的逐步 從那個 各國中小學的 科學社團開始 這是其中一個方向 這樣子 慢慢的去 呃 從這些 呃 最初的應用 然後 嗯 去先教導小朋友怎麼玩 然後 同時間呢 我們也會就是 呃 慢慢的 呃 有一些失陪的部分 這樣子 那希望可以把這個 知識體系建立起來 這樣子 然後 當然這是需要一個 比較中期的一個規劃 這樣子 對 那我們也很希望就是 呃 最後運用社團的力量 然後 然後 能夠就是 呃 對於這個 領域有 很有很有興趣的朋友 然後可以給我們內容 這樣子 那我們之後呢 有